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 我也在这个频道分享 股票投资判断方法 以及存股标的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 找论卖向财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感谢股友以及频道会员的支持 肯定三本的付出与价值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创作动力 今天的影片从成分股探讨 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 是否会有更便宜的价格会出现 同时也带大家了解00878的合理价位 以及每月加薪3000元 1万元所需的账数 在此之前 请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后 打开全部通知 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三本的投资分享 ETF的价值是成分股市值 加上ETF获取的配息 以及收益凭准金所决定 影响ETF的价格 以及配息的关键因素 在于成分股的获利好不好 若成分股获利良好 配息也高的话 那也代表00878能稳定配出 像前两年一样的股利 才能支撑目前00878的股价 继续维持或往上爬 反过来说 若成分股的获利不佳 自然配息就无法维持去年的水准 年代影响00878所配发的股息 有可能从每季0.27元降到0.2元 全年配息从1.08元降到0.8元 降幅达26% 如此一来00878的价格往下掉的几率就很大 若00878五月没有大动作进行成分股调整 届时我们就有机会买到00878半年均线16.5元 或者以下的价格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目前成分股的配发股利状况 如上表所示 以近几年接配发高股息的华硕以及人保 今年股息配发分别为15元以及1.2元 对应其股价分别为5.5%以及4.75% 更往年动辄6%以上 其实下降很多 其余电脑品牌以及代工厂 广达以及宏基还有在5%以上 广达的获利能力及配发的股息 依然维持在高水准 殖利率还有6.81% 看完电脑产业股后 我们紧接着看到水泥股以及塑胶股 分别代表的是坦尼以及蓝牙 坦尼因为去年疫情的冲击 大陆许多产业停摆 导致坦尼的获利严重下跌 配息为0.5元 配息之低也是在近几年中少见的 殖利率只剩下1.37% 对于坦尼以及00878的影响 可以算是相当的大 而南亚配发股息3元 殖利率也来到4%以下为3.85% 以目前电脑代工 电子通路 水泥塑胶股来看 仅仅是加公司殖利率5%以上 情况不是很乐观 接着我们看到金融股的部分 截至3月31日子 目前已经公布配息金额的有 远大金 永丰金 上海商银 以目前远大金配发现金鼓励0.8元 股票鼓励0.15元 殖利率还有5%以上 另外永丰金配发现金鼓励0.6元 股票鼓励0.2元 殖利率也达5.5%左右 殖利率已含股票鼓励 永丰金已经连续13年配发鼓励 2023年决议每股配发0.8元 47年以来次高 另外上海商银配发现金鼓励1.8元 殖利率3.8%左右 除了三胆金融股公布配息 其余6家金融股都还在等董事会决定 预估也要在4月中过后才会公布 所以三本就先前各家金控的营运状况 来评估今年可能分派的股息 如上表所示 我们可以发现 尚未配息的金控 除了第一金接近5%殖利率 其他金控都不是很乐观 首先我们看到国泰金 国泰金因去年疫情影响 在其他权益亏损5000亿 直接把保留盈余4780亿元花光 所以若要配息 就要动到资本攻击 以2020年EPS2.58元 盈余分配率预估30%左右 三本预估配息金额为0.8元 以目前股价来看 殖利率仅1.9% 接着我们看到开发金 今年开发金特别股已宣布不配息 普通股的部分相信也是不好 因为开发金在去年其他权益亏损达1171亿 就算把资本攻击335亿 以及保留盈余673亿都给算上 还是不能弥补亏损 所以三本认为开发金很有可能股力会挂零 但如果把EPS0.98元 以及盈余分配率预估20%考量进去 可能配发0.2元现金股力 殖利率约为1.5% 不过三本认为开发金股力为0的几率还是很大 接下来是赵峰金 赵峰金是观股金控 有看三本频道的股友都知道 赵峰金配发股息是以慷慨闻名 在盈余分配率都能达80%以上 以去年EPS1.32元左右 现金股力以及股票股力 预估分别为0.9元以及0.1元 以目前股价计算 殖利率约为3.7% 紧接着是中信金 中信金数有一元金之称 不过这一元是在获利达2元以上才会配发 去年EPS受疫情影响 EPS下降到1.67元 三本预估盈余分配率仅40% 预估配息0.7元 以目前股价计算 殖利率约为3.2% 接着是富邦金 富邦金因去年防疫险影响 在其他权益亏损2740亿 不过富邦金保留盈余有3960亿元 不用动到资本攻击 即等发出股息 但是三本认为富邦金 盈余分配率不会太高 大约30% 预计配发股利1.05元 以目前股价计算 殖利率仅为1.7% 最后是第一金 第一金是去年14加金控 获利唯一正成长者 所以股价居高不下 表现非常好 而第一金往年的盈余分配率也相当不错 三本预估今年盈余分配率约可达6成 现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预估分别为0.95元 以及0.1元 以目前股价计算 殖利率约为4.5% 以目前00878的成分股所配发的股息 如果00878 5月没有大动作进行成分股调整 整体而言 00878在2023的配息 确定会向下调降 而时间会发生在2023的Q3、Q4开始 原因为ETF的成分股是在每年的6、7月配息 所以00878的2022Q3、Q4、2023Q1、Q2 所配发的股息是2022年的00878成分股所发 而今年预计不好的成分股股利 就会反映在2023Q3、2023Q4、2024Q1、2024Q2 在这几个级别 预估每季股利会从0.27元下降到0.2元左右 下降幅度约26% 而届时00878的股价即将面临下修 有可能来到16.5元或者更低的价格 以目前17.3元左右的00878 跟16.5元的00878对于小资组来说 800元的价差还是很有感的 更低的价格也有助于我们累积的张数 以200张来看的话价差就打16万元 接下来我们就以16.5元的成本价 以及每年配息恢复成1.08元 来计算每月加薪3000元、1万元 我们需要多少张的00878为目标呢 成本同样以表格的方式来呈现较为清楚 可以从以上表格发现 如果我们想每月加薪3000元 以00878成本价是6.5元 我们需要买入34张00878 总投资金额需要55.9万元 此价格已含内扣费 这样一来00878每月就能带来3000元被动收入 这个计算方法是以00878近两年来配发的 平均现金股利所得出 那如果想靠00878每月加薪1万元的目标呢 我们00878张数以及金额要准备多少 如表格所示如果我们想每月加薪1万元 则需要买入00878 112张 总投资金额需要184.3万元 这样每个月就会有1万元的被动收入可供税应用 以上是三本的00878成份股配息分派分析 如果您有什么见解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不妨帮我们按个赞加入订阅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 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 另外也可从影片栏下方的超级感谢中 借有一点赞助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持续提供更好的影片给荧幕前的你 最后三本来的频道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资料整理该部构成购买 输售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开小铃铛 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8点准时发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